这个也许是委员聪听 也许我们自己要保护自己 因为专家跟风险 常常要非常的小心说 除了这个之外 也许有人会认为 输血呢 这个是很常常被人在忽略掉的 除了这个吃进去之外 输血本身也是一个管道 可以传染CJD的 所以 我个人的感觉是 比较保守一点比较好 所以你也许说输血的话 譬如说我去吃到这个乳肉 我背感染了 然后我去抽血 煮给你 你会叫我感染 你也不是马上就发作 你也可能是几年后 十几年后才发作 所以类似这种情况下 如果就像SARS一样 只要有一个跑进来 我相信要煮 就很难煮了 但是我们还是想说 那会不会我们是在 自己吓自己 有点起人忧略 就说 这种感觉都不能摸 我也不能吃 我觉得 实际上这方面的医学和科学上的报导 已经是很多了 只是一般的民众 我们台湾没有面对到这样的问题 大家对这种病不是很了解 但是科学界很多人 其实对这个东西都算是蛮了解的 刚刚除了讲说输血之外 严格来说你如果共用医疗器材 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这个问题存在 但是你在医疗器材里面 先要去做检验 检验 说这个医疗器材到底有没有这个 这个蛋白 这个都已经很困难了 所以你一旦是说万一 万一这个我们把关了不好 一旦有一个防线漏洞进来了 这可能整个都打工资了 对不对 所以一旦进来了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描 这个东西的检验不像是在检验 相关的这个农药一样 我们过去我们在把关农药的时候 我们有把关的机制 但是即便我们有把关的机制 有农药东西照样进来 这个东西又不像农药 农药比如你有3ppm的农药进到身体 我身体都挡得住 我新陈代谢把它代谢掉了 这个东西可能不一样 进到你身体之后 3个ppm它不是3个ppm不动的 它会用你身体里面的资源 把它产生更多的这样不好的蛋白 它自己会壮大的 虽然它自己不像说病毒或细菌等等 会这样的繁殖 所以这可怕就这样 一旦它开始弄浪 就好像你本来脑子是好 它会复制堆积这样子 对啊 你脑子本来好好的啊 脑子就慢慢被它弄掉了 你脑子的资源都没有了嘛 就变成它的资源了嘛 所以这种东西的这个 你去挡它去防治它的时候 有时候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跟我们传统去防治一些污染物质的 这种角度实际上是不太一样 不不说实在 因为对这一部分大家还是很陌生 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什么叫做狂牛市症 然后什么是狂牛症 什么是新型裤甲市症 什么是所谓的 刚刚我们谈的所谓的蛋白质 还有什么叫做这个特定的风险物质 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报道 英国牧场里的这只乳牛 后脚几乎已经无法施力 瘫倒在地 还有牛脂像发了狂一样 变得神经质 这些牛都得了狂牛症 而人如果吃了生病的牛 就会得到俗称狂牛症的新型裤甲市症 狂牛症是牛的脑发生病变 是在1986年 也就是23年前在英国发现 当时造成十几万头只牛死亡 引发病症的普利昂蛋白 存在牛之的脑 头颅 眼睛 三叉神经节 扁条线 还有回肠末端等部位 甚至肌肉 骨头也有 并没有办法用高温消除 正因为高温杀剧没有用 因此如果染病的牛骨 去磨成了牛骨粉 或是胎盘做成了美容用的胎盘素 人体使用后还是可能感染 甚至是当狂牛或罹患新型 裤甲市症的人死亡 就算火化 普利昂蛋白 还有可能透过土壤 食物链 再进入到人体 伤害是永远的 由于狂牛症的潜伏期很长 可能长达好几年 各国只要发现狂牛病症 都会被列为疫区 牛肉几乎就无法出口 包括英国 法国 日本 加拿大 美国 全球一共有25个国家 被列为疫区 目前已经造成167人死亡 美国为了挽救市场 宣称每年必须抽减超过4万头牛 但这个数字 却只是只占牛脂总数不到1% 至于同样也属于狂牛疫区的日本 不但是每头牛都得切取眼脑 筛减头牛症 另外也建立了牛肉履历制度 牛脂生长及产销构成 全部都能追踪 美国要四处游说出口牛肉 还是要端出更严格及安全的检验 才能让人吃得安心 张老师我要请教你 刚如果照那样子的报道的话 大家会想说 会不会因为说的牛股进来 我们不吃嘛 然后牛脑这些积水 也许它如果进来 我们也不会食用 但是会不会可能 它变成其他的形式 也许像是饲料 也许像是肥料 也许就丢在路边烧掉了 然后经由土壤 经由水质 透过动物或者是植物的吸收 再次进到食物链 再次危害到我们台湾民众 刚好可怜 那个国际上在看这个问题 就是称入这个主持人 在前面的发问跟现在的发问 就代表两个不同的思考 旧的思考就是说 到底安全标准在哪里 风险多少是可以接受的 厂长也就会这样问 那我们目前看到的决策 也希望将来说服民众 但是在面对这种 不确定性很高的风险 而且这个风险很高的时候 国际上现在叫做预警原则 也就是我们都先假设 宁可性其有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政策有什么 那政策里面有一个 就是刚刚你提到的 就是到底我们的生态环境 要给它污染有多少 这些东西以后 那等多久以后 我们有这个证据 那我们才能接受呢 那一般的讲法就是不要嘛 如果要吃牛肉 刚刚讲的那25国之外的牛肉 就是非疫区 就是没有PREOM 所以你就可以吃啊 这是不是说 没有这个就不能吃的时候 那你当然就去做风险的抉择嘛 当你很多种牛肉牛排可以吃的时候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更何况说 你刚刚提到的问题里面的 对于生态的 刚刚前面几个来宾也都提到 这是被证实的 就是都会有这个可能性 那我们要不要冒这个可能性 所以当很多人在提说 我们的风险多大 那国卫院的这个报告的风险 怎么解读的时候 我要提醒大家说 四个国人大概有一个会有癌症 那所以在我们新的致癌的东西 在看它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 有没有十万分之一 百万分之一的风险 因为癌症已经很普遍了 这个CJD 新型的这个CJD 是几乎零 在台湾也可以说是零嘛 那所以你加一点点自己奶 那是很大 就是民众的心理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来解读 这是要去理解 也不要说对于不同的问题 都用说百万分之一 就觉得说 我跟百万分之一比 好像不太大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 它是从零到零嘛 就是有个这个可能性 说那个Jump是很大 第二个就是说 它长期刚刚提到 那种长期的你看不到的 然后十几年 二十年后你发生的 人类对这种的心理的恐惧 是最真实 而且最实在的 决策者一定要针对这些 庶民的想法跟这个理解 去想说你的政策应该怎么定 有没有办法穷尽了 所有的替代方案以后 你还来想说 我非得要进这个 那从我们摄取这个 牛肉的蛋白质来讲 台湾有很多的选择 也有足够的选择 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决策者应该 从这样的基础里面 去说服民众说 非得吃这样子的蛋白质不可 这个东西应该要有一个 从健康的角度 从营养学的角度 从各方面去让民众清楚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 你刚刚问的 我们要不要冒这个险 我想很多人 目前看起来是不太愿意 保守愿意比较好 因为他有很多选择 今天如果我们不进这个 都没有弄弄弄弄可吃的时候 我看民众可能不是这样选择 所以这个问题 可不可接受 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而是说 那个新兴的风险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是说我们都用完了 我们才接受 那现在可能台湾的社会 我看起来还没有到 那个阶段 是是是 不过郭老师我要请教你 刚刚就是说 究竟这个特定风险物质 这个蛋白质 会不会透过消化系统 而被人类所吸收而感染 这个大概会有不同的见解 可是我们来谈一下 是不是我们避开 这些所有的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 大概目前短期之内也进不来 包括风险最高的 牛的这个脑眼睛 还有脊椎脊髓 还有所谓的回肠末端跟扁桃腺 这个台湾大概 短期之内吃不到 也许之后会不会怎样 我不晓得 短期吃不到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刚刚谈的 那么一大堆 我们特定指 所谓的狂牛病的部分 我们就不需要担心 包括牛肉干啊 牛排啊牛肚啊 这些我们就不需要担心 狂牛病的问题 我想现在就是说 氛围刚才大家讨论一轮之后 其实很一个